好,歡迎回到第二集的動漫《無雙》 我們剛剛講完Jubin和Refat Beat之後 我們繼續講其他Be Money系的音遊戲 下一部我們會講就是這個吉他機 我們這個獎勞就會找大家講一下它的新宣史 不要講什麼新宣史 吉他機講一點歷史 吉他機當然是吉他形式的音樂遊戲 但它不是完全是吉他的 還有古機 先講講吉他機 因為吉他機會比古機一代早 原來是這樣 然後試試看吉他機的反應不錯 因為玩音樂來說 Band 其實是很多人留意的 如果你說遊戲可以接觸到的 其實是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它先試了吉他機 吉他機的操控是三個按鈕 再加一個撥 好像模擬一個吉他 去玩一些音樂遊戲 粗糙來說 這樣挺有趣的 好像可以試一下 但是我接觸就不是先接觸吉他機 我先接觸古機 古機去到吉他機的第二代 古機出了他的第一代 古機又是跟吉他機一樣 但它就無意鼓 它就由五個鼓和一個腳掣組成 那時候的腳掣是難度很多人 因為你身手接觸的時候 手腳是完全不缺調的 所以那時候又沒有說 Auto Base這個系統 所以是有難度的 玩的時候都是玩那些難度 應該是他分了 他之前估計的難度就是 Basic 然後extreme 那個不是extreme 那時候好像叫expert 好像是三個 rewer rewer 我忘了 因為太久了 因為他還有一個 他還有一個level 就是expert view 那這個就是第一代 那其實難度是 好像去到現在的extreme expert extreme的level 其實 嗯 可以繼續 那出完這個古之後 有一件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應該 我沒有記錯是第一部可以 可以將他連結他機 一起夾band 真的做到這件事的音樂Game 因為我想之前說的referb 應該和gb 應該都不會有這種叫動 沒有這些 會有連動的 但是呢 有 我沒有記錯的話 有些歌 是結他機獨有的 他夾band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首歌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之後呢 就一直演變 都幾受歡迎 然後他再出了一樣 就那個壽命很短的 keyboard mini 這個就真的很短 那就是 鼓和結他都成功了 他就嘗試去鍵盤 鍵盤 因為都是 Bang生的其中一種 那就是出了三代 售命很短 三代就玩完了 那麼呢 最傳勝時期 就是可以五個人夾Bang 就兩個 一個鼓 兩個結他 和兩個keyboard 那時候 但是keyboard 不是說真的 每個人都玩到 因為實際上 你按到一個按鈕 你看到一個按鈕 你看到這個按鈕 這樣掉下來 按鈕 不是說 他直接有個 玩開keyboard的Fan 玩都覺得有難度 因為 就這樣看 和自己彈的那首歌 是有分別的 始終是有一首遊戲 那時候我玩的時候 那時候去夾Bang 真的夾得很瘋狂 就是每晚 吃完飯 和粉絲吃完飯 就去夾Bang 玩了整晚 那時候就玩得很開心 那你的經歷又怎樣 你有沒有玩過 Keyboard Minia 我就沒玩過 因為始終都比較難上手 那時候的年來 因為我自己 玩鼓 就不是比較 早期玩的 我都比較 後一點點 最初我都是 學一下玩 Auto Bass 這樣 那去到之後 其實都玩了一段時間 之後就慢慢 才玩回Bass 就是練一練 手腳協調 這個其實是一個 挺好的練習 我都相信 因為你其他音樂遊戲 你不會用到腳的 最多是幫你打別的 我見 我朋友玩鼓機 他一定要教腳 就是Auto 嘩大哥 你手也固不到 還要加上腳 那怎麼玩 他就是這樣說 但是我很堅持 是不用Auto Bass 因為你好像用Auto Bass 你就喪失了打鼓那種感覺 沒錯 其實現在 鼓機 其實我比較看重 就是其實Konami 他現在出的話 是 在Bass 那裡 他是花了很多功夫 就是練習那裡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說 舊的 只有一隻腳 那現在新的 就會有兩隻腳 因為兩隻腳 新的那一代應該是XG XG XG比較後一點 可以先說前期 一隻腳的年代 一隻腳的年代 其實 初初出的那個 都比較好齊 其實都比較 真的可以練到東西 但是 之後 因為有些 當然 我們都有一些 比較高手 我們高手 玩得比較 我們不要說Excellent 說Full Combo 因為如果 古機來說Excellent 是比較困難的 我也知道 是很困難的 相對於其他音樂遊戲 或者相對於結他機來說 都是困難的 因為它的準度 是很困難的 不像其他音樂遊戲 很容易 基本上 如果一連串的 都會落閘的 而且我們都看到 古機的 Note數 都是比其他音樂遊戲 會多一段 不要太困難 當然 但是 每一首歌都看到 Note數是多很多的 如果 以一首 譬如說 簡短版 即是節錄版 的歌 來計算 每一首 Extreme 可能三百多至五百多 金步 如果 後期一些 會出一些 Long Version 整首歌給你打 三分鐘那些 可能上千多二千級步 都會有 所以 你所想而知 難度 就在這裏 如果擔心三分幾鐘 都很手軟 不是呀 高手打習慣 我覺得沒什麼 打完一隻Long Version 下隻又是Long Version 因為 有些機譜 譬如說 因為它是換代 換代的時候 舊那一代 它都有放機 那些就會 減價 來吸引 其他 就這樣打機 不是追分 那些什麼 來玩 譬如說三元 甚至乎 三元 三手Long 都可以當一手 連續 打三手Long 都完全沒事 這樣 嗯 其實都是 因為我都看到 真的有地方 可以做到三元 不要說三Long 可能四Long 不是很累的 其實是 個人 開始 感覺上有點累 開始 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精神崩潰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專注力的關係 這個是 這個是 其實這個玩 任何音樂遊戲 打音樂遊戲是非常重要的 日本的音樂遊戲 大約是一分半至兩分鐘左右 一首曲 因為它是 給別人專注力 就是這段時間 就完成了 如果你出了Long Word 就會打到別人去到半周 通常就是 一手氣兩手指 因為如果是近代的話 Long version 是會當兩首曲 例如你選了一首Long version 它就會當你選了兩首的Sort 所以就不會出現了三首Long version 這麼變態的情況 這個其實可能是 因不同的機譜 設定而定 因為有可能 甚至會當三首Sort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專注力 短期集中 可能你有兩分鐘的專注力 那你做到的時候 你就會打到兩分鐘 整首歌都打完 那OK 但如果你突然出了Long version 就發現 其實我無法集中三分至四分鐘 打到下 就會覺得自己開始凹筋 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其實 不專注 因為 Drum Runner 它本身那個 那個 那個浪向 那個浪向 會向下 對 而且那個螢幕 其實也不是很大 在那幾行的 流下去 那時候 你的專注力 就變成 一首Long version 可能真的三分幾種 打完一首 然後另外一首 你就開始疲 你又沒有專注力 精神氣 對 對 所以 因為這個問題 剛剛 現在出 我們 其實 某些機場 可能有些新的古機 它就割了Long version 所有都是計算短 那 譬如說 可以說一說 這幾個 這部機場 它的模式 我覺得是 挺創新的 或者是 試試水溫 譬如說 有隻叫Long Stop Mode Long Stop Mode Long Stop Mode 就是 它不一樣 平時選擇三首 一選 就選四首歌 可以讓它玩多一首 但它的條件 就是 這四首歌 共用的血量 只有這麽多 它就不會加你的血量 但它一開始 就是 Full bar 但如果你錯一個 例如說 你打漏了 或者打失了 它就會扣你血 它就不會加血 那就是說 你要在你的血量 上有的情況下 你要打完這四首歌 那時候 我們玩到這個模式 就創了一個玩法 我和朋友 集了四個人 輪流打 四個人 因為那時候剛剛好 它降價到四元 每人拿一元出來 就拆包剪毒 看看誰先 然後呢 那四首歌 全部都是隨便的 那呢 就看看 看看去到哪一首歌 看看我們過不過一首歌 過了一首歌 我們四個人 每人打一首歌 那可能打到第二首歌 很難的歌 那些人死了 那它就要 拿四元出來玩下 好殘忍啊 好殘忍啊 這個是挺好玩的 都流行過一段時間 但如果是 之後好像 Lon Stop Mode 這段時間都好像 剪掉了 剪掉了之後 就不能玩了 是挺有趣的 但好像我印象中 其實Bmoney很喜歡這些 很喜歡搞一些 例如你有extra stage 玩 不知有多少分 玩一些歌 只要玩夠三首歌 那些歌 不過暫時 最新的歌 即是日本推出 香港那邊 正在來出 有這個壞消息 就是 沒有extra stage 噢 是沒有了 你是不是說了 吉他多拿 是啊 其實我們都預期 差不多會到 其實都 大概 這一個星期 可能是三月初 因為台灣 就說三月初出 香港應該會同步 其實吉他多拿 是一個新一代的吉他freak系列 還是一個完全新機 KONAMI那邊 他自己也有做一個新機 香港的機器 用不可以用的 其實都可以 但是就只限HG系列 對 因為我見吉他多拿 那個介面好像很不一樣 其實它是用回舊那種的介面 即是回回HG第一代 其實都比較多人偏向 其實都比較多人偏向 其實有一件事要補充一點 就是由普通的吉他機 和古機 轉變成現在的吉他機 XG 和古機 XG 大家覺得怎樣 其實我不太喜歡XG 因為為什麼呢 我其實覺得 我當這個遊戲是一隻遊戲 如果它是 而真度去到真實古 要放到這麼真實的 那還是一隻遊戲呢 我覺得是有難度 你講一下它和XG 普通的古機 和XG有什麼分別 如果以古來講 之前都講過 就是五個股 加一個腳踏 如果它進化到XG版 它就變成七個股 多了一個股 還有一個 High Tom 好像是 但是腳掣呢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有兩個腳掣 那它的譜 就變成有九條 九條的巴 跌下來 那反而 我不知道啦 可能習慣了之後 你覺得是 可能沒什麼了 但是 據個而真度 基本上就等於真古了 已經 可能我以一個遊戲玩家來講 如果我要玩這隻遊戲的時候 那我為什麼不去學真古 對啦 我就覺得這樣真的難了很多 相對於 如果更加 我剛剛出來 我想玩這隻古機 但是為什麼它和真古一樣 那麼多 就不然又看到眼花了 其實最初入的時候 我自己雖然 我現在就玩得多 可能是玩得很高 最初入門也是一樣 很多人都會犯錯的事情 就是 打錯位 看錯東西 對呀 左右腳可能都看錯 右腳好一點 右腳 平時已經打開 但是左腳完全是 左腳是 你見到那顆鞋子 我知道那裡有一個左腳 但是一看到來 左腳不動 對呀 左腳不動 這個才是 如果這樣說 我覺得就好像比較 真的 如果有這個 他不是 Exactly for 新手 他應該是 真的想 那些 已經玩開那些 專家級 對呀 對呀 但是就是 他的問題就是 現在他 原本 五個 再加一個 腳踏的版本 已經不再出 那就是說 要求你們 要不就去玩 XG 那隻 那個版本 要不就放棄的遊戲 我覺得 感覺不太好 其實你怎麼說 因為其實新手 都比較難上手 始終 那其實 他剛剛出的 吉他多拿 據我所知 他將所有的 舊歌 基本上是 95%的歌 全部都 修正 全部都加了 但是 是不是加 加的多不多 就不多 反而 可能會 因為其實 他之前出的 那些歌 譬如出 他1-10 5點多 其實都可以 爛得很厲害 他在這些位置 下足一點 加多一點 反而 趨向新手 那邊 你可能選一些 Advanced 那些 其實 入手 都可以 但是 可能 就沒有一個 之前 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一個 說的 就是 XG 那時候 Advanced以下 是沒有左腳的 現在就不可以這樣說 也要用左腳 可能Advanced已經有左腳 這件事 甚至 最初那隻 一層以下 都會有 不過現在好像不一樣 他直接把譜面改成 是 用完XG的譜面 就不再用回 以前 基本的譜面 聽到的感覺 是以前 完全是用回特色 已經變成 異真已經變成特色 他已經變成了 異真 變成了 結他來說 以前是三制 XG版本 是五制 但如果你按過 你就知道 你的手指功能 你不會按到的時候 你只有四隻手指 去按五個按鈕 即是他逼你做什麼呢 就是Shift手指 但Shift手指 這些不是 新手向做到的 Shift手指 是真的吉他的時候 要做的 是的 不是說他 而真道是做出來 但是 作為一個遊戲來講 他走這條路 是不是對呢 難度太高 我會覺得 你會選擇 整隻手指 譬如你的食指 按紅色 即是第一顆 那現在 可能要改的是 你的食指 就不是那麼紅色 就是按了綠色 即是綠色 藍色 黃色 紫色 四隻手指 這個位置按 以前還有一個規限 如果同時按 通常 紅色 藍色 即是這樣分開的 很少是會見 紅色加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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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色 你說說大幾顆 是的 即是我們是 我們按開 食指和美指 一起按 其實我自己玩 都會呆了 我們都會 即是所說的 就是第一顆 和第三顆 因為如果舊版本 有三顆 就是一二三 那如果吉他 你按著一三 就很難的 其實已經難了 一四更難 我相信 那我五制版本 就完全沒玩過 因為看到已經 覺得很痛 很頭痛 一五就沒見 所以暫時 都不用太過擔心 你只要嘗試想像一下 自己平時 無緣無故 即是你玩音樂遊戲 時無緣無故 有一個位置 抹大隻手指 去按那顆 那個難度 可能高手向 會按到 因為其實我覺得 這件事 都會牽涉 Keyboard Mania 那個死印 Keyboard Mania 其實太多了 他反而 向這個方向發展 嗯 對 因為實際 不是那麼多人 可以玩到 那麼多 操控到那麼多 那 他其實都會變成 一個 非常之Hardcore 的遊戲 是呀 這個也是 但如果他說 同版本 舊版本再出新的 我覺得 沒有那麼反感 那會不會有一個情況 就是 因為他出到這麼難 越來越難 就會導致 本來他已經不是有太多 Hardcore玩家 還會變相趕客呢 所以現在其實來說 會牽涉到 有少少香港機譜 的問題 那麼你 你舊版本的機 你 譬如說出一個 全新一代 那他只要更新 那個Hardware 即更新 那些歌曲目 更新 那個 出來的版面 譬如說 第七代 轉到第八代 已經可以 很低成本 已經出出新代了 但是現在是直接 你要放棄一部舊機 去扣有一個新機 但是 香港不是說 那麼多機本 願意這樣做 那反而 如果他舊的 機 即是舊代的機 即五制版本 那些機 香港沒有人進入了 官方又不出身了 那些會慢慢被人淘汰 那淘汰的時候 就變相 會這一班玩家 逐著去玩HG 或者更多玩家 是走去放棄的遊戲 這個是我覺得 比較海色的東西 嗯 剛剛就說了很多 吉他機 和鼓機 等等 我們就轉到下一隻音樂 這隻是一隊 非常Hardcore的音樂 就是一個DJ機 Tricolor 2DX 現在是2DX Tricolor 我們剛剛經常說 KONAMI有一個名字 叫Be Money 其實Be Money 這個名字 的確是從一個DJ 基本的名字出來 然後 它就慢慢發展到 有很多不同的音樂 所以 其實你說Be Money 這個 是最 最 怎麼說 是不是它最主體的音樂 是否這樣說 可能也是這樣說 就是 其實這是DJ音樂 這隻音樂 其實很多人都會知道 或者很多人 年代集體回憶 就是當時 你打PlayStation 的時候有的DJ機 就是 那隻 左邊一隻擲碟 然後你就有 五個鍵 不是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五鍵版本 加一個轉盤 一個是七鍵版本 加一個轉盤 現在多數都是玩七鍵版本 七鍵版本 是吧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鍵 加七鍵 之外 一個其實不是鍵的東西 第一個 不知道 你要轉盤 因為其實它也是DJ 你所說就是要擲碟的 你是要做到的動作 是一個擲的動作 是一個向左右 向右擰 向左右擰一下 才會出了一個音 所以你的難度就增加了 在那個位置 不是 它反而難就難在 是複合鍵 即是複合轉盤的鍵 那些鍵 是很難按的 因為如果你要按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一下 其實有七顆鍵 就三顆上 四顆下 這樣一下 這樣按 但是它有一顆鍵 就是你旁邊有隻碟 右手邊有隻碟 然後它如果要複合鍵 你就要用手指 按那幾顆鍵 然後再用尾指去轉一下 有人說玩Beat Mania 這隻遊戲 尾指會長一點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其實這樣說 為什麼尾指會長一點 其實因為可能要兼顧一隻碟 例如1P 1P的碟是左邊 我現在 例如 我兩隻手 右手要按四個鍵 另外三隻 或者兩隻 主要是按鍵盤的左半部分 它有數字 1 2 3 4 5 6 7 應該說近轉盤那邊 對 近轉盤那邊 之後 它一定會一齊 所以 通常 很多玩家 包括我自己 雖然我是用右手搓的 就是 一起 用尾指 搓碟 所以 如果未知長一點的說法 或者可能如此 交叉手 會不會可以 交叉手 其實 因為我利身 我是玩2P的 即是碟是右邊 所以我是用右手轉盤的 不好意思 我朋友玩左邊 左手轉盤的 他說 他就是用左手尾指去轉 因為他 難度就在於 應該經常令到他很不開心 就是我按到 那隻碟 完全是阻礙了 按其他音樂 但問題是 難度就在於 應該要用尾指 因為你用尾指 鞭褲子 就令到你的遊戲 真的一個位難 不過當然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有些泡 變態泡 就是一些階梯形狀的東西 出現在泡上 即是說 你由左至右 不停的 一級級的上去 去一個泡 那你就要不停 一隻手很快的去按 你 那個 塞粒鍵 要怎樣按 如果 平時的音樂遊戲 如果你是階梯的話 其實是容易按的 但 他的難度就是 因為 他分了 他好像Keyboard 分了白色鍵 和黑色鍵 就是上下兩個 當你 如果是階梯的時候 你就會下上下下下 那就變得難 沒錯 難度就是這裡 那個位置很快 這樣按 就有一堆階梯 難度高 然後 另一個玩法 有些人很難 就是 就是左於這一個碟 尤其我記得 近來一首新歌 很變態的新歌 就是要不停連碟 就是要不停擠 那一隻碟 第一些人說 這是一個更難度高的東西 因為你不是要按 還要連碟 你擠得很快 其實是很高難度的 就是這樣 不過我 DJ機 好像香港很少見 但是他 歷史應該是最悠久的 就是音樂遊戲 因為一出音樂遊戲的時候 應該是Bitman 應該是最早的 因為好像現在 出到十七 十八 二十 二十了 二十了 因為我記得 最新的一部 可能住在香港 其實得到十八 因為以我所知 不知道是否 其實就是 Konami 它出這個 Bitmenia 它是不會出新機的 通常都是用 hardware 更新為主 第三度好像 開發費 對 開始是不用 即是不會讓你買一部新機 可能只是買那個 hardware 和一些 banner 之類的 所以 機的數目 你會見 只會 可能會減少 如果找到一間 有Bitmania的機店 裡面那部機 是歷史物物 其實基本上是 對 那部機是全是大過你的 可以去到誇張到 還有 你如果有 我建議 如果真的可以試試玩一下 這部機 因為這部機 真的可以挑戰你的 所謂音樂的天分 如果你玩到這部機 基本上所有的遊戲 你都可以玩到 因為這部難度是非常高 因為最 hardcore 應該就是這部 不過 他唯一比較近代的 有些不同的 就是多了 好像Bimani 其他一樣 都是有多些開歌的 每個月都有更新一些開歌 不過那些開歌 我覺得 是比其他更加難的 有多樣東西 就是考段數 這件事 考段數 我見是 每一個段 會有安排四首歌 好像考試 你套到某個水準 你去考段數 比如說七段數 他有四首歌 是一定的 應該是 我不知道 一堆歌裡面 選四首 我一定說是 有幾首是fixed 去考段數 其實是官網已經公開了 到底是哪四首 譬如七段 我自己考 不好意思 這麼說 我是考的都不合格 但是 其實有些個別歌 會比較難 但是通常的情況 就是說 裡面的四首歌 不是說四首都難 是三首歌 是很簡單 一定過到 但是有一首歌 會弄死你的 會的會的 這個是很常見的情況 我們說 六至八段 都是通常 最後一首歌 會弄死你的 其實你看回 Beamania 這個遊戲 你看那些高手片 你從來不會記得 高手Full Combo 因為那首歌 沒什麼可能Full Combo 難度高度可以去到 有些很難 你也不要說 有些什麼Full Combo 最ExcellentFull Combo 對於這首歌 是你拿到一個 Aaa 即是最高的成績 都已經是很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就算你Full Combo 你可以不拿Aaa 你可以拿A 甚至可能更低的Grey 因為 有些 跟Drube 不同的地方 就是 你如果是趨向Full Combo 那你可能 就為了一個Full Combo 而去拿一個 因為它是看準程度的 就 它可能 你拿一個C-Grey 來敷的 其實 不出奇 對 因為你可以 全部打得很快 只要按就算 你可以打得很低分 但是Full Combo 是啊 我記得 有些 不知道什麼聚會 是鬥多GOOD 是的 玩得很恐怖 我記得 有一次 有個高手 就是 一個Drube Copiest 時 Wonder Walker 是要敷好三個 才開一首歌 然後有個高手 就是 打不到 然後 他說 你還沒開過一首歌 我幫你用最 全 全 藍的方式 全藍的意思 就是說 你按Drube 用最低分的按法 去按到那個東西 我用全藍的方式 幫你Full Combo 那些高手 可以按到 這樣 去按到 Full Combo 就是這樣 給我一首歌 那一刻我真的 哇 高手 正受了敗 那些東西 我記得那首歌 那時候 人們有提到 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可以在2DX 打一次 然後 這個就是我用的方法 其實 因為我自己玩 Wonder Walker 就是說 說少少其他 紅色是敷不到 真的 但是我真的 當然是用另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方法 如果在香港來說 都多人用的 反而是更簡單 不過就是 你有沒有錢 是嗎 其一 因為是涉及 我們俗稱說的利用權 哦 即是它本身 我們每一個街機 都會有一個服務 即是它這個利用權 現在在Konami裡面 你給一個月的月費 你就可以用完 所有Bmoney的所有服務 現在不是免費了嗎 有些是免費 有些是會Block的 哦 是嗎 是啊 我自己都會買的 譬如2DX最多人會買的 因為其實它很多服務 它都是Block了你的 即是我們有一個俗稱說 Rifle 現在Jubi 2DX 2DX是比較多人用的 因為它可以設五個 Jubi是設三個 當然啦 現在就再寬一點 讓你設一個 免費 如果你免費 就是一個 其實它這個是 在音樂遊戲來說 最大的賣點是這個 其實是 其實玩音樂遊戲 另一個特色 就是跟別人鬥高分 其實你是一個挑戰極限的過程 然後你就要跟朋友鬥一下 可能你幾分 你幾分 然後大家就會在追求一個 交流的地方 我試過 例如2DX我自己錄段 我看過別人的Rifle 有些是三段 有些是九段 我隨時可以輸給一個三段 隨時可以贏一個九段 真的會見過 真的見過 心想自己 到底是不是自己差 其實是未必的 可能是大家的能力上 可能有差異 手歌有點不同 都可以這樣說 好看玩家的 譬如說有些普遍 有些玩家是比較擅長 譬如某一隻 譬如說 耐力普遍的 他可能比較擅長 是啊 普遍很簡單 全部都是這樣 但是很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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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可以 有些玩家是可以打到的 但其他技巧型的 完全打不到 他拼下來OK 那些 還有另外一個 我覺得普遍特色的 就是個人差的普遍 很多遊戲 有時會有一兩首歌 就是有些高手都打不到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可能我其實做得到 數了 其實挺容易的 就有些這樣 好看個人 個人的技巧 是啊 其實補充 2DS 其實他出的歌 很多都是屬於個人差 其實 你說如果他 譬如我們 我們看的時候 有哪些歌 如果說是特別的 2DS 其實看2DS 是真的 好少 可以好少 但是你說 Drew Beat Refat Beat 我們之前說 可能會 歌的數目 就可能會多一點 嗯 是啊 我們剛剛說了很多 DJ 再說多一點 一隻音遊戲 我看到有人 也有不少人玩的 就是Pod & Music Pod & Music 都是一隻 Bemani 很久的音遊戲 出到第一 21代 21代 對 好像一段時間沒有更新 但是最近更新了 是啊 很難得一件事 就是19、20 香港可能是完全不出的 不要說香港 台灣 也是 台灣在很後期 曾經見過19 但是 已經是 off line service 所以 現在 很難得 官方肯搞 也是一件好事 沒錯 因為 其實Pod & Music 它是 如果你玩DJ 因為DJ 機的遊戲 就是 你要按那個音 好像remix 一首歌 你要按那個音 才可以出到一首歌 那種 所以 你這些譜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你怎樣真的用DJ remix 那種譜 所以你很難 像其他音樂遊戲 出一些版權曲 但是Pod & Music 就是 因為它一個出了這麼久的音樂 但又有版權曲 所以歌是多到無樂 多到爆 它是最多 WMini裡面 最多的音樂 還有很多 是動漫曲 很多 很多的 都多的 聖鬥是聖子 什麼 美少戰士 那些歌 很多 《神之海世界》 那些都有 就是 比較出名的一首 我想就是 一些人拿來 remix 《空之境界》 的完全無痛版 那個MV 那首 那首 Jubbit 那首 移植了過去 但是它原本就是 Pop & Music 還有看一看日子 就是 19、20是香港話沒有出的 那時候 那些人投訴 為什麼你不出 Pop Music 20 其實原因 就很搞笑 就是因為 Jubbit 那裡 就有一首歌 叫Kirito 就是需要和Pop Music 20 連動的 然後 那些人 因為香港和日本 和台灣都沒有出 那些人就投訴 我們拿不到這首歌 然後就逼他 其實好像台灣 最後也有出到 原來是這樣 因為其實 Beamani剛剛也說到 你可能當時說 有一個打DJ機 你就可以拿 Jubbit的歌 其實都很多連動 急你去玩 其實 其實 說多一點小事 其實 曾經 有香港玩家 最喜歡玩Pop Music 真的特意寫信 給日本那邊的開發人員 想說 希望他會海外復活 出Pop Music 其實那邊也很難得收到 那封感的信 最後 會不會是打動了呢 其實我不知道 他才會肯出給我們 總之 那時候 我記得 Kolami Asia 一個代理商 Fans Page 有一個投票 就是 那些玩家最想哪一部 機闊會 你猜不到 其實是Pop Music 最高票數 比其他的 例如 有一期很紅的 也不夠高 那些 三瓦鐵 當時就不高 但現在就真的高很多 因為其實他現在出了很多版權 過 Vega歌 對 甚至是 東方 他現在正在推廣 其實 最初 在香港曾經試過 有Local Testing 對 但那時候 還未公佈會出這些 但是 自此 因為他剛好 香港是7月的 那 出Vega歌歌 是何時呢 8月底 剛好是過了一段時間 他現在才說 立刻 那個人就說 我想玩 因為我自己 就算試玩 我都會心想說 我也會很想玩 但是等級都是 對 有時候玩音遊戲 都是因為 歌而 玩這個遊戲 有時候真的會 對 講一點 三瓦鐵 因為三瓦鐵 一開始的原意 就是完全沒有 Kolami的藝術 他全部都是找回 一些 NicoNico 有些Vega的P 製作曲人 幫他作歌 還有一些歌 幫他remix的歌 本來的原意 或者吸了心血 所以你有時看到 一些Bemani的新歌 那些機器的新歌 都會突然出現了 一些同仁的 很出名音樂家 例如Oyster Project 一些很出名的P 你都會看到 因為他越來越擴充 他們的範圍 然後呢 這個Signvoters 就是你剛剛所說 就是 由一個找那些人 來作曲 都不止 就開始吸了那些歌 所以就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發覺 你其實 那些歌出得快 是Project Diva那邊的 那些初音歌 就是Vega歌 就出得多 甚至快 Project Diva那邊 因為很多 那時候他 跟那間 Exit Tone 那間公司 是 同仁組織 有聯繫 然後吸了很多 producer 來幫他 進入那些歌 也是東方的同仁歌 所以就令到 變成一部 完全是Vega 同仁專用機 吸了很多客人 回來 這就是Vega 擴充新血 的方法 有些招募歌 招募人幫他作曲 那些東西 其實他這裏 其實都可以吸引到 特別是有些 私家那邊 就是我們 一會兒說的 其實都 有興趣 都想進去 那 為什麼 說了那麼久 為什麼沒有消息 那其實 剛剛 在二月份 就說了會出新版 第二代 對 那就 要再等一等 一點 那就海外邊 因為我就不相信 很難會相信 就是他會 進入第一代的機 讓我們玩完 即是第二代 對 我覺得是成本 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 Local testing 都不會留在香港 對 好像是問日本借的 通常是運機 所以 都是要再買一部機 但是買機對機譜來說 就很難應付 所以就 拭目以待 尤其是現在機譜 越來越難做 所有的成本 都會控制得很好 沒錯 機譜的生態 等等我們都會說 好啦 我們剛剛就說了 Be Money 之後我們就會 還有一件事 補充少少 大家應該 完全忽略了 不過 這個音樂 應該是 青春的代表 跳舞機 我真的忘記了 跳舞機還有新版 香港也有新版 香港也有新版 這個 要是不玩 一玩就可以流很多汗 玩一鞋 就可以達到減肥的效果 是啊 實際上跳舞機 都是Be Money系的 一隻音樂遊戲 而且很早 好像Be Money 之後已經出 更早 吉他機 和鼓機 是嗎 上當年Paystation 跳舞尖 說多一點 接下來 海外也很難得 還會出 Dance Evolution 就是跳舞機系列 在香港 其實都 曾經搞了Location Test 都很多人玩 因為我自己 都會玩 其實它是吹向什麼呢 就是 和朋友一起玩 其實玩得很開心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 相對來說 其實都算是一個羞恥 來的 如果你玩 玩的人 就會很少 但是看的人 都是站在後面看電影 你玩得很帥 那些 就是用左右手按 那兩顆按 那些 整隻手腳並用的人 玩得很帥 但是如果不是 就在那裏 跳舞機 那些 就偏向是 跟 整班朋友一起玩 玩得開心 其實玩得好不好 就不是一個問題 其實 吹向是 大家 開心一下 難得好玩一下 不會像那些 普報機向 那些 不是 我看現在玩跳舞機 很多都是一條 玩的 不是 他 那些跳舞機 是兩邊 他可以讓你跳屁 但是通常 就是一條 玩兩邊 因為很少有勇敢 勇士仔上去挑戰 通常都是看一個人 衝上去死 不是 但是看那些 是很有喜感的 你看 那些 挨著背 很累 在找腳 不停搭 然後有一些 很不知什麼的人 很喜歡用的手 在那裡按 後面那顆 哈哈 因為現在 日本又有新的 就是 好像 我們有 Kidnet 那些 大家應該有玩過 Kidnet 嗯 我對這個街機認識 就是那些 哎呀呀 那些 要去表現一下青春的 這隻Game 已經適合你的 哈哈 嗯 就是啦 我們剛剛也說了很多 Be Money的Game 差點迷惘了 好啦 這次真的啦 接著我們會落下一節 會說這個Sega 那兩隻音Game 到時再聽啦